最近一段时间 美军开始装备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 其位于华盛顿 刘易斯·麦克·乔德联合基地的第十七野战炮旅 获得了首批两套 还用高超音速武器发射系统 这款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大射程达到了2775公里 如果从美国关岛发射 能够打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该款导弹的装备 使得美军第一次具备了使用常规远程导弹 打击中国本土的能力 再加上高超音速一直被宣称为几乎无法被拦截 因此有网友担心 美国大规模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将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甚至有可能破解中国在第二岛年内的远程导弹优势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是否定的 综合公开资料分析 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至少落后十年以上 美国在研的所有高超音速武器 至少在两大方面与中国存在巨大的差距 导致其更加容易被拦截 根本无法对我国构成威胁 这两方面是气动力学以及热防护 前者决定了飞行器在大气层里的机动性 而高超音速武器最大的特性之一 就是具备大气层里 多次机动变轨的能力 对于高超音速武器而言 机动变轨能力的高低是决定其 能否躲避对方雷达探测 导弹拦截 以及命中惊动的关键 后者则决定了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上限 飞行器在高超音速飞行状态下 空气流动的特性和常规速度下区别非常大 尤其是高超音速武器的激波 与常规速度下完全不同 必须通过大量的实验来获取相关数据 然后从中掌握规律 这已经不是说有钱就能够解决的了 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才有可能掌握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并未认真的对待空气多 而采取了去先救国的方式 用微型姿态控制火箭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结果相比空气多 姿态火箭的可靠性有效性不高 而且还会占用宝贵的赞头载荷 而作为对比 中国的东风时期 滑翔速度达到了10马赫 其上面的空气多面 依旧能够有效的控制飞行器进行机动变轨 而相关论文透露 我国已经率先实现了 20马赫下的使用空气多控制飞行器 这个速度已经导弹了洲际射程级别的 高超音速导弹进行滑翔的速度 也就说 如果我国有需要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包括东风31 东风41 东风5在内的所有弹道导弹 全部弹头高超音速化 很显然 美国的这款揍了弯路 导致其现在转身回来研究空气多 速度严重落后于中国 其在沿的多款高超音速导弹的机动变轨能力 明显不如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的第二个短板 就是防热基础不合格 相比传统的弹道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对隔热技术的要求高得多 这与高超音速武器的特性有关 为了避免对方的预警雷达发现和持续跟踪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高度均控制在3万米附近 而这个高度位于浓密的大气层内 高超音速导弹在高速飞行的夸热自然就非常严重 防热技术过关 与是否成为限制高超音速武器速度的关键 这里我们以美国的HTV-2高超音速滑翔器为例 这是一款以火箭发动机为助推器 能够以20码核的速度进行滑翔的 洲际级别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美国版的先锋高超音速洲际导弹 美国在2010年4月进行了HTV-2高超音速滑翔器的首次飞行实验 结果发射9分钟后便因为失去联系而不得不提前终止 随后美国在2010年8月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然后在进入滑翔阶段之后 地面再次失去了与HTV-2的联系 不甘心的美国在2012年进行了第三次实验 这次实验仅仅持续了数十秒 HTV-2便再次试炼不得不终止实验 三次失败的原因出其的一致 就是因为其采用的防热材料不达标 导致HTV-2无法承受20马赫时的高温而被烧毁 而这还要归咎于美国在防热方面研究工作上的停滞不限 目前美国从事相关研究的企业只剩下一家 而且相关技术水平 市场需求的原因还远处于2010年的水平 诚然美国的固体火箭发射技术独步全球 但是俗话说的好 水桶的容量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 因此防热水平的不足 成为了限制美军高超音速武器发展的天花板 美国目前在研的几款 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都很慢 最高不会超过8马赫 导弹就会烧毁了 比如美国陆军这次装备的LR-HW陆基高超音速导弹 官方宣称起速度不低于5马赫 大概率也就在5到6马赫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 气冬力血以及热防护质的两个领域 属于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心领域 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问题 高超音速武器都会出现性能上的跛脚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颜值失败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领域属于实验科学的范畴 所有数据无法通过计算机模拟就能解决的 必须通过长期的不停做实验 来进行相关的数据的收集 用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慢慢积累出来 喊不幸的是 美国目前缺少的就是足够的发射实验次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国内商业火箭大热 资本逐利的本性 让资金和人员大量流入到商业火箭领域 从目前公开的数据来看 美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 发射实验次数趋直可数 根本不足以支撑 其快速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2019年 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利芬 曾经透露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 比我们十年内测试的还要多 而且这种差距 在两年的扩大的优势 这也导致了美国 虽然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在诸德领域还领先我国 但是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 连给中国提鞋都不配 那么 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吗 答案自然是几乎构成威胁 高超音速武器之所以难以被拦截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上面提到过的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 均控制在三万米附近 这个高度看起来不低 但是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 传统的雷达 很难对高超音速武器 进行持续跟踪 甚至会将高超音速武器 当成杂波给忽略掉 而作为目前 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绝对权威 我国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了解 与研究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因此对于如何探测 和跟踪高超音速武器 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目前已经构筑了 从太空到大气层内 再到地面的高超音速武器探测网络 实现了对高超音速武器的 有效探测 急速识别和实时跟踪 再加上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性能实在是太拉垮 因此根本逃脱不了 我们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系统 说到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拦截系统的研制 这里还有个类似于 美国负责提出构奖 中国负责实现的梗 大意思就是说 美国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搞了个曙光女神 高超音速战略侦察飞机 作为SR-271的后续机型 而为了将中国 拉入到军备竞赛中 美国在公开曙光女神时 耍了个小心眼 参数指标进行了缩水 试图给中国营造出一种 曙光女神虽然性能先进 威胁很大 但是只要努努力 咬咬牙 多花点钱 还是有希望研制出 媲美曙光女神的 高超音速武器的家乡 然后等中国研制的 差不多的时候 美国在突然亮出 性能更先进的 高超音速武器 让中国发现自己 花巨资研制的 高超音速武器落伍了 从而将中国拖入 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 直到拖垮 不得不说 美国这个算盘 打得蛮小的 而且就算中国 发现了美国的同谋 也不得不跟进 妥妥的养谋 只不过神算不如天算 首先美国自己 就拉胯了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 在美国国内兴起 民用火箭热事后 资本主力的本性 让资金和大量人员 流入到商业火箭领域 直接让美国 在高超音速武器的 研制领域停滞不前了 近20年 这导致了美国 在阳谋的第二步 也就是向中国亮出 更先进的 高超音速武器这一步 自己先倒下了 美国目前仓促上马的 所有高超音速武器 项目的水平 依旧停留在当初 曙光女神的水准 没有丝毫进步 而更让美国没有预料的是 后极勃发的我国 在2011年开始全面爆发 首先GPT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代经济强国 经济的繁荣 开始反扑科技 实现了良性循环 我国的科技出现了 爆发时的进步 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 我国更是意气绝尘 研制出世界顶级的 高超音速武器的同时 并且还顺带研制出了 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 国新一代中断反导导弹 美国的杨某 不仅没有将我国 拉入军备竞赛的 恶群循环中 反而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虽然这款中断 反导导弹暂时没有公开 但是参考俄罗斯声称 自己的S500防空导弹 已经具备拦截 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 并且成功进行了拦截试验 那么我国同类型的 拦截弹性能 只会更强 因此美国在研的 几款高超音速武器 根本无法对我国 构成任何威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